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各淘气 佩奇和乔治在斑马苏仪家里面玩 祖祖和莎莎在用菜拟捏一个丛林 乔治用采泥捏了一只恐龙 佩奇和苏仪在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 你好啊猴子先生 你想不想要来喝一杯茶呢 猴子说好的 你知道暗号是什么吗猴子先生 暗号就是请 可是我们还没有茶具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那些采泥来捏一套茶具啊 没错 乔治 可以把你们的采泥借给我们用吗 不行 祖祖 莎莎 我们需要用采泥给我们的茶话会 制作一套茶具 不行 那你们可以帮我们做一套吗 那么我就来做一个茶壶 那么我们就来做茶杯 好了 现在猴子先生可以喝茶了 这个茶壶实在是太软了 真正的茶具不应该是软软的 我的妈妈可以做一套真的茶具 因为她很会做淘气 妈妈 你能帮我们做一套茶具吗 拜托了 有几个茶杯 还有一个茶壶 然后我们能往里面装水的那种 好的 跟我来 这里就是斑马妈妈做淘气的地方 我们来做一套茶具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粘土 所有的淘气都是用这个做的 可这也是软的 就跟采泥一样 我们要用软的粘土来捏出形状 不过一会儿 它们就会变硬了 斑马妈妈在陶艺转盘上面 做出了一个茶杯 好了 一个茶杯 哇 这个看起来好像非常容易啊 你想来试一下吗 是的 我想试试 粘土摸上去粘乎乎的 全部都弄糟了 怎么办 在陶艺转盘上做一个茶杯 一点也不容易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做茶杯 首先我们要把粘土 搓成长条形状的 就像这样 像一条扭来扭去的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我是粘土做的 我今天要做什么 一条扭来扭去的小虫子 接下来我们把粘土像这样叠起来 可是这样不就不平准了吗 接着我用手把它的表面抹平 然后再加上个手吧 这是一个茶杯 现在我们有两个茶杯了 没错 可一套茶具 光有两个茶杯可不够 我们都来做茶杯吧 好的 恐龙 乔治他自己做了一只恐龙 乔治总是这样 他就只会做恐龙 真是一只可怕的恐龙 现在我们需要把茶具 放到炉窑里烘干 炉窑就好像是一个烤箱 它会烘干粘土 让粘土变硬 现在茶具应该干了 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来上色 孩子们给茶具 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 现在茶具做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 我们的茶花会了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茶杯了 哦 我们忘记做一个茶壶了 怎么办 我有办法 乔治做的这个恐龙 就可以用来当茶壶用啊 没错 那我们给它装上水吧 这个是世界上最棒 最好的茶具组合了 所有人都知道 有恐龙的那套茶具 才是最好的茶具 茶壶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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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